上一期我们收集了一个图书管理员 一个雪傀儡以及一个铁傀儡 这一期呢我们要去收集下掠夺者小队 包括这个掠夺兽 掠夺者还有幻魔者等等啊 然后我们家的附近是有一个掠夺者哨塔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在出发之前呢我们需要多做些船啊 因为我们需要用船把这些收集的生物给它困住啊 一共有五个船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走 好的兄弟们 前方发现一个掠夺者的哨塔 我们下去把大队长给它干掉 然后呢我们回家打袭击就可以了 从这边往我们家运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我们回家打袭击 先把这些小洛洛解决一下 不会吧兄弟们 为什么没有大队长呀 难道没有刷新吗 我们等一会吧 等一会儿应该是会刷新的 这边有一个宝箱啊 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胡萝卜还有附魔术 风力衣就不要了 我们拿下胡萝卜还有这个圆木拿下 其他东西的话就不要了 看一下还有没有宝箱啊 这个掠夺者哨 哎呦吓我一跳 这个掠夺者哨塔好像只有一个宝箱吧 先把他们解决一下 为什么没有大队长呀兄弟们 打一个大队长我们就回家了呀 这边有很多的雕像啊 还有一个小房子 南瓜拿下 哎月灵 可以啊兄弟们 把他们解救出来 我记得之前这边不是有铁傀儡的吗 现在变成了月灵 哎 哦 我斧子 他把我斧子拿走了兄弟们 你还我斧子 哎 哎 哦 在我背包里边 我可以给他东西是吧 这些武器的话不能给他 给他一个面包 哎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把他驯服了呀 上面还有个月灵啊 我们再去拿一个 把他驯服一下 来来来 给你一个面包 哎 好了 我们现在两个月灵 应该现在 他们就是我的宠物了 哎 他们会跟着我 可以可以兄弟们 这个月灵还是比较可爱的 拿着一个面包啊 哎 打我是吧 打我 打我 为什么没有大队长呀 兄弟们 我需要一个大队长 话说我把剑给这个月灵的话 他会不会和我一起打呀 哎 这边有个大队长 来了 来了 来 把他解决了 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打袭击 好的 我们现在拿到了一级的步枪制造buff 但是我们现在 再打一个吧 二级的话 生物更多一点 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掠夺者 后边有个大队长 来 来 听住我也啊 把他干掉 好的 那么现在就可以回家打袭击了 但是这个月灵能不能跟得上我呀 来吧 我们试一下 起飞 我们找一个地方停一下 看一下这个月灵会不会跟过来 他应该现在是会跟着我的 但是距离我并不知道有多远啊 在这边停一下 啊 没有吗 啊 那好吧兄弟们 看来这个月灵的跟踪范围是比较小的 我们回去接他一下 这两个月灵我们最好可以带回去啊 如果实在带不回去的话 我们之后再找一下吧 因为我们这个步枪制造的buff是会消失的 如果在外边耽搁的时间太长 我们就打不了袭击了 好 过来了 那好吧 先跟着吧 之后跟不住的话 我们就把他甩掉 过了整整一天要求你们 月灵还是没有带回来 他们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如果把他们带回来 我的袭击就没有了 好的 现在我们回到了家里边 也触发了袭击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打袭击 这个船的话 要不要再做一点 再做一点船吧 五个的话可能还是不够 再来一点 好的 第一波袭击已经来了 前面的袭击的话 我们就正常打 把他们全部都干掉 后边的话 他是有掠夺兽 还有患魔者 还有脑鬼什么的 到时候我们再收集 先把他们解决一下 换一下盔甲吧 人多是中啊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换上我们的下戒合金夹 干他们 最后一个袭击者 把它解决 好的 第二波袭击要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家里边 还是特别安全的 这些村民 他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来吧 看一下第二波袭击 从哪里来 好 在这边来了 这波的话有味道士啊 但是还是没有掠夺兽 哦 兄弟们 这个味道士的伤害 还是很高的 一斧子可以砍掉 我三颗星 我是下戒合金套呀 一斧子三颗星 什么概念 哎 完了 兄弟们 我的村民 哇 兄弟们 我的村民又被迫害了 还好还好啊 兄弟们 现在村民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用 有一个小村民还在啊 他跑出去了 先把这两个味道士解决一下 第二波的最后一个袭击者 已经干掉 现在是第三波 第三波的话 好像就有掠夺兽了吧 我们静静的等待 看一下他们从哪里来 来了兄弟们 第三波袭击 但是第三波袭击的话 好像是没有这个幻魔者的 所以这一波我们还是不收集 下一波的话 有幻魔者 味道士 还有掠夺兽 全部都解决一下 哎 兄弟们 我看到了什么 我的村民繁殖机没了 等会我们先把这个老牛解决一下 他的伤害是很高的 哎呦 血亏啊 兄弟们 最后一刀 把这个掠夺兽干掉 完了兄弟们 血亏 这个掠夺兽 他是会把树叶撞掉的 哎呀 难受呀 马飞 这怎么办兄弟们 我们的村民家一所没了 之前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用这个树叶啊 应该用玻璃的 树叶实在是太脆弱了 现在还差最后一名袭击者啊 我们找一下 破了就破了吧 我们在线下继续给他补一下 最后一名袭击者没有找到 但是我发现了流浪上人 还有流浪的拴绳 啊 好 把他们先困在这里啊 这个东西我们也需要收集 哎 好 让他待在这里 我们再找一下这个袭击者 不会吧 兄弟们 最后一名袭击者去哪了呀 找不到 水空里边没有 他是不是混在了村民家一所里边 看一下啊 有没有袭击者 这里边全部都是渔夫 还有图书管理员 并没有袭击者啊 还有最后一个地方我没有找 有没有可能 他在刷铁机下边 下去看一下啊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哎 那最后一名袭击者去哪了呀 真找不到了兄弟们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兄弟们 我愣是没有找到最后一名袭击者 那就先不管了吧 这边的流浪商人 我们先给他运回去 要不然一会消失了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先收集一下 这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开船下去 但是这个羊驼可能摔死 所以我们还是稳妥一点 从这边下啊 从这边 好的兄弟们 流浪商人 还有流浪的羊驼已经就位 我们还需要跑两坑 给他们定制一下专属的房间 房间已经搞好了 给他们命一下名 以防他们消失 这一波是真的雪亏啊 兄弟们 我们打袭击 掠夺者小队没有收集到 月灵也没有带回来 然后呢我们的村民繁殖机 还被破坏了 雪亏 不过好在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流浪商人 还有两个羊驼 那么下一期 我们继续收集 掠夺者小队 好了兄弟们 那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